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 那叫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想想看一个伟大的佛陀 我们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之前 他所说的佛 所说的法 就能够解决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可以用这种佛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身心 产生的痛苦和烦恼 这就是伟大 所以我们人 佛陀说对生老病死都有忧愁 害怕呀 死了怎么办呢 生病怎么办呢 以后晚年没人照顾了怎么办呢 一切一切你都在忧愁当中 你在悲哀 你在痛苦 你在烦恼当中 佛陀是怎么教导我们认识这些问题 佛陀说 认为真的是自己在承受着痛苦 所以才不得解脱呀 你认为 佛陀告诉我们 你认为这些以后生老病死啊 我现在很痛苦啊 很烦恼啊 我很悲哀啊 你认为这是我真正的正式的在承受着痛苦 对你不得解脱 其实你要想解脱的人 你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暂时的 它会变化 因为它是无常的 对不对啊 你说哪一个人没有痛苦 哪一个人没有烦恼 那么人家为什么能度过来 因为他看到未来 看到前途 他看得到将来一切都会转变 这就是我们说解脱的方法 没有认为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那是个假我 不是真正的我 就像很多人说 现在吃苦 以后享受 对不对啊 很多妈妈 小时候把孩子养大 就希望以后孩子能够孝顺 那么现在小的时候吃苦 没想到孩子大起来之后 会来孝顺你 对你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心灵的转变 所以母亲在自己吃苦的时候 没觉得自己在吃苦 因为这是一种心灵的转变 听懂了吗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人无我 就是让我们要明白 人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一切都在变化 无常 所以是无常的 所以就没有自我 你今天姓什么名字 明天变了个名字 你过去的这个人还有吗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叫李某某 突然之间他告诉我说 他名字改了 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 你说过去李某某不就是没了吗 对不对 现在叫李某某 听懂了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我了呀 名字都是假的 你过去姓什么 你现在姓什么 人家可能 这人是谁呀 就是他呀 无常 这是无常 人很可怜 这是无常 所以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不是永恒不变的 没有一件事不是永恒不变的 好了 生意好了会不好 不好了会好 人痛苦了会不痛苦 不痛苦会再痛苦 佛陀让我们明白 没有永恒不变的我 我问你们 小时候你们的性格 跟现在大起来的性格一样吗 不一样的呀 永恒吗 不永恒的呀 小的时候很大方 对不对呀 怎么越长越小气呀 小的时候非常小气 一个玩具 跟家里人吵来吵去 闹来闹去 大起来为什么变得这么大方啊 没有永恒的我呀 你变化了呀 小的时候很难看 大起来越长越好看 所以人家说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就这个道理 我们人也是这样 良心 你顺着正道走 越走 越好 顺着邪道走 越走 越不好 你的命越走越不好 全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佛陀就是让我们知道 没有永恒不变的我 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可以拥有的 你们要记住佛陀这句话 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可以拥有的 有一年美国南部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洛杉矶的街头出现了募捐站 有一个蓬头垢面 拖着一条残腿的年轻流浪汉 一拐一瘸地走了过去 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 投入了募捐箱内 这位名叫斯加特的善局 迎来了当时在边上很多人的鼓掌和眼泪 被一位富商看到了 他的名字叫叶迪勋 第二天这位富翁让人把斯加特早去 开门见山的就说 年轻人昨天你的行为感动了我 一个残疾人有这么博爱之心 难能可贵 我想让你过上受别人尊重的生活 说着就递给他一张填好的支票 斯加特没有接 富翁认了一下说 我明白了 你不想接受钱财的帮助 是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斯加特说 我想办一个送净水的公司 它是一种新型行业 投资少 有一万美元就够了 一桶水 说赚的钱也只能买一个泡泡糖 富翁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更赚钱的生意呢 残疾青年说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 从一颗泡泡糖起的利润赚起 世界上任何的财富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这位富翁拍拍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说 年轻人我看到你的财富 你会成功的 在富翁的帮助下二十年后 斯加特办的送水公司在美国的富翁榜上出现 在美国 在美国每年一度的圣诞节 洛杉矶的乞丐们都会受到来自圣诞天使的捐款 很多年过去大家才知道 原来圣诞天使就是斯加特 临终前 他将亿万美元的资产捐给了美国慈善事业 然而在斯加特墓碑上发现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在边上还刻有一颗不起眼的泡泡糖 这就是善良能够帮助我们拥有幸福 大家看到吗 人可怜吗 你们正常的时候 你们没有看见别人很可怜呢 等到你们哪一天 等到你们身上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你讲呀 感恩师卢俊红台长 求师父给看一个八一年属鸡的 看看他的业障 看看他的那个灵性 八一年属什么 八一年属鸡的 他自己的业障由他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男的 八一年属鸡的 哎 哎呦 整个的脊柱 脊柱啊 后面的关节啊 脊柱啊 全部都是歪的 他的后面那个脑神经啊 全部有问题 听得懂吗 脑神经全部有问题 一团乱麻一样的脑神经 我刚刚刚看到 所以他的脑子会有问题 他的脑柱撑不住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他就像中风一样 虽然没有躺下来 就像活着中风一样 是的 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 师父 他来了以后住两次医院了 他就要见师父 一说今天见不到师父 他就抽过去了 一说见不到师父就抽过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以为他要见我啊 师父很可怜的 都是那些鬼啊 他们要见师父 能够超脱 他们要我帮助 不是他本人 是身上的灵性讲话的 是的 对不对啊 对的 灵性在他身上啊 要见师父 他可以超脱 所以不给他超脱 见不到师父 他就会昏过去 实际上就折磨他 你明白了吗 已经给他送到医院两次了 看见了吧 求师父 我看到了 这个人我看到了 那你赶快给他念经吧 他小房子的数量 赶快讲 他自己会念 嗯 照他念517张小房子 517张小房子 好吧 放生多少 800条 他前一段时间 打通过师父的电话 他自己 我知道 嗯 好 现在我先叫 这个灵性先走掉 让他舒服一点 好吧 但是要赶快念 否则还会上升的 好吧 至少这两天 保证没事情 好了 你问他呢 他的后面的脊柱 已经开始热了 你现在热不热呀 华道强 跟师父说你热不热 你把话筒给他 我热师父 我热 看见了吧 现在舒服一点了吧 师父 我 我一定要好好念经 嗯 这个灵性 不走掉的话 你会很痛苦的 这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 现在 因为有师父 你求 你学了心灵法门 他就来找我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好好念经 否则你不念经的话 他找我 如果全世界 这么多的人都找我 你说师父还活得了啊 听得懂吗 一定要自己念 好吗 他经常会来跟你讲话的 你自己告诉我啊 他是不是经常跟你讲话啦 来了来了 我早就知道了 现在已经上升了 已经在身上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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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们亲眼见一见 已经在身上了 你能不能现在先离开一下 听台长话 先离开一下好吗 听话啦 台长让他给你超度 先离开一下啊 好 看见吗 看见了吗大家 每一次一个魂离开身上 这个人就当场就躺下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给你们颜色看看 不要不相信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念经 台长一年到香港来一次 希望大家珍惜 好好学佛 好了 刚刚最后 因为他看见台长身上 观世音菩萨 他拼命的在讲 所以他离开了 他现在很好了 你们过去几届 你们都看见 每一年师傅来 有的灵性在身上 当场讲一口蒙古话 他根本这个人 从来不会讲蒙古话的 有的人老人家 从来没打过拳 在这里前面打拳 所以我希望你们 好好的努力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不好 没问题了吧 回去会好一点了 加持着 让他们平平安安 能回家 好好读经 好好念经 好吧 放声许愿 听台长爷爷话 好不行 爷爷不得了 我太老了 我看他比我还老 好了 下去吧 好吧 没事了 感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爱世 卢俊鸿台长 好 卢俊鸿台长 发起安康 是我们的福气 谢谢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您好 您好 我刚刚你出来 我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谢谢 师傅 我想要问问一下我的 我是61年属牛的 61年是吧 我想问问我的身体状况 你有失眠 对 颈椎不好 哦 是的 腰不好 哦 是的 关节也不好 对的 对的 我在跪下来的时候 想的 还有 你有掉头发掉的蛮厉害 是的 是的 太对了 我每次洗头 都有好多头发 你要特别当心 嗯 你呢 因为家族里边有人心脏不好 我心脏是不好 你的心脏不好 是的 师傅说的太对了 感恩师傅 师傅我太激动了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想问问我的身体情况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念小房子啊 化解啊 还是 你要注意你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倔 对 倔得不得了 对对对 什么都要我说了算 不好意思啊 师傅我错了 我一定改 你要当心 你以后年纪大的时候 有一个耳朵啊 会听不大清楚的 哦 好的 明白吗 好的 特别当心 还有气量要大一点 对啊 而且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到人间来 你有欠一个孩子的 他是你的讨债鬼 哦 是吗 你自己想一想 哦 好的 明白了吗 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想 我觉得你就是应该 自己的心要想得开一点 哦 好的 第二呢 要注意营养 哦 你别看你 我觉得你营养 缺少 维他命的D 哦 还有E 哦 因为我觉得你的血脉循环系统非常不好 对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手一直发麻 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好吗 好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要念几张小房子呢 啊 我要念多少小房子 六十八张 哦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还有啊 嗯 你现在的腰上经常腰痛啊 对 我看到你爬着很多的螃蟹 哦 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吃很多螃蟹 是的 我在生小孩之间还吃了螃蟹 每天吃一个 孩子生出来横着过来了 嗯 师父 我以前不懂我鱼吃啊 所以你一定要念往生咒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嗯 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 我想问一个王人 嗯 叫什么名字 撇位猪 猪什么 天上一朵云的云 猪云 一个山旁边一个支词的支 那就是个分旗的旗 嗯 我帮他念了一些小房子 但是我还 姓什么 撇位猪 猪 云 云 旗 男的女的 男的 我父亲 男的是吧 是的 嗯 个子有大概 一米七五到七八左右 嗯 眉毛蛮浓的 嗯 头发往后梳的 嗯 是你的谁呀 是我的父亲 我帮他念了一些小房子 但是我还经常梦到他 他人挺好 他这个人啊 活着的时候手很勤快 对啊 他是一个做衣服的裁缝 而且我告诉你一点你就知道了 嗯 你这个父亲活着的时候 怕老婆听你妈妈的话 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嗯 他现在已经在阿修罗道了 是吗 嗯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 菩萨妈妈 我一定好好念经 修心修身 跟着师父 一梦经经学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好 好了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 师父 我还有一项问题 我因为打胎打了好几个 我想问 你想看看走了没有 对对对 我念了一些小房子 几几年属什么 你再讲一遍 六一年属牛 你眼睛都蛮好了 好吧 已经走掉了 没事 哦 是的 哦 感恩感恩 太感恩了 师父 您辛苦了 我再次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 菩萨妈妈 感恩感恩 好 在台湾 有一位夫人 真的事情 她早年上欧 她已在台湾教书赚钱 抚养她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 她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 送她到美国来留学 儿子毕业之后 留在美国上班 赚钱 买房子 娶了一个妻子 生了一个孩子 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这个老夫人 一直一个人在台湾 她打算退休之后呢 到美国 跟儿媳和儿子呢 一家团圆 享受天伦之乐 就在她自己要退休前的三个月 她赶紧写了一封信 给她的儿子 将这个愿望告诉儿子 她自己一想到 养儿防老 想到亲戚朋友 羡慕的眼光 喜从心来 于是她一面 她一面等儿子的回应 一面把台湾的一些产业和事物都处理掉 在她退休的前夕 她收到了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回信 打开信一看 里面加着一张三万美元的支票 她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她的儿子从来不给她寄钱 她赶紧把信打开 信上写道 妈妈 我们经过讨论的结果 还是决定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 如果你认为你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以市价计算 约为两万多元美金 现在我再加一点 记上一张三万美金支票给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写信来啰嗦了 母亲读完这封信之后 老泪纵横 只觉得一身守寡 从此会老年凄凉 她痛不欲生啊 但她学佛了 她学佛之后 她想通了 她拿着这个三万美金 兑换成台币 做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 旅行中她看到大地之美 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儿子 信上写道 儿子 你要我别再写信给你 那么这封信就当作是以前给你信的 补充文字 我收到了支票 也用你这张支票 做了一次世界的旅行 在旅行中 我突然的觉得 我应该感谢你 因为要感谢你 让我懂得看破方向 让我看到人间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那都是无根的扶贫 一切都在变化 如果我今天看不破 还这么执着 还这么痛苦的话 可能一年半载 我就会去世 或者我会想不通自杀 地府岂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 儿子的绝情 你让我看破了人间的 缘具缘散 一切都是无常 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 我已没有孩子了 心无挂碍 所以我才能无所助 而生其心啊 世界上 儿孙自有儿孙福 靠儿孙一切空啊 想一想 我们的祖宗 我们有几个人还能记得的 我们的爷爷奶奶过几年 连他们的出生年月日 我们也记不住啊 要记住靠自己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希望我们学博的人 现在开始就多一点孝心 多一点孝顺 以后你们的孩子 也会孝顺你们 这就叫因果 这就叫报应啊 祝悲终生 那么观世因菩萨 此有终生 就哭就难 度尽苦难 无尽情 男孩观世因 灵感观世因 见受牵引观世因 大自大悲 就哭就难 那么观世因 菩萨 男孩观世因 灵感观世因 牵手牵引观世因 大自大悲 就哭就难 那么观世因 感谢观世因